2020年8月18日,是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担任公务40周年的日子。 40年前的那天,年仅23岁的她,怀着战战兢兢的心情,走进夏牙离壁道政府和署报道,加入政务主任行列。 在那之后,她担任过接近20个工作岗位,由下属变成上司,由署长变成局长、司长,最后成为香港特区第五任行政长官。 近日,林郑月娥接受中兴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式谈言,一路走来,有挑战也有满足感。 成为行政长官,更让她对香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我当了公务今年是40年,我觉得我们是本着服务市民的兴趣办事,尤其是当了行政长官, 由于你知道行政长官她是一个双首长的职位,我要对香港特区行政区负责,我也要对中央人民政府负责。 所以这几年,除了我用以往的经验去管理这个城市,也更有深刻的体会, 就是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可分离的一个部分,我们都是担当一些保护国家的任务。 林郑月娥的这个深刻体会,相信也是过去一年中大多数香港人的感受。 过去一年多的时光里,香港经历了旷日持久的社会风波, 遭遇了新冠肺炎疫情,美国政府连番制裁等多重打击。 在7月1日,庆祝香港特区成立23周年的酒会上, 林郑月娥称,过去一年是她40年公务生涯中最严峻的考验。 所幸,香港民众迎来了定心碗。 《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于6月30日晚11时正式生效。 在今年很困难的环境下,我们能落实国家安全法, 我觉得对香港未来的发展是很重要。 对于我个人,我没有什么考虑。 我跟我的主要官员,我们对于能在这个时刻担赏这个政治很重要历史的任务, 我们真的是感到很光荣。 也希望能把这个事情办好。 香港国安法生效后,美国暂停了与香港之间的印度协议, 制定香港自治法,结束香港特殊贸易优惠地位, 禁用香港制造,对多位中国政府、涉港工作机构负责人 和香港特区政府官员实施所谓制裁。 面对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制裁香港的行为, 林郑月娥称,无为无惧。 我们每一次她做了这些不合理的批评, 我们都反驳的,而且我们也用越来越严厉的表态。 反正在现在,我看很快国际的社会会看清楚, 是谁有道理,谁没有道理。 一些霸权的主义现在是我们不应该容忍的。 希望是一个社会向前的动力,而信心就是希望的基础。 这句林郑月娥曾在就职典礼上说的话, 近几年也频频在不同场合出现过。 如今,香港社会日趋平稳, 林郑月娥亦将目光重新聚焦经济, 希望为香港寻得一个更强的动力, 让市民多一份信心。 经济现在差不多在一个很低迷的时候, 更需要有一个更强的动力。 那么动力的来源,我刚才已经分析过了, 肯定是从内地发展来的。 我就写了一些报告, 那么希望中央在这几个方面都能给我们一些支持。 但是在我打算做市政报告前几天, 中央就给了我一个很正面的回应。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能让香港多一份信心。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林郑月娥压后了今年市政报告的宣读。 她希望能为民众带来一份更为丰富的市政报告, 也希望能在金融、科技创新、航空枢纽、 通关及疫苗供应等领域, 为香港寻求更多的机会。 林郑月娥在社交媒体上, 回顾自己40年公务生涯时感叹道, 从来得失我看透。 成为特首是至上的荣耀, 也必然伴随着更多的攻击和忧虑。 林郑月娥曾在7月1日酒会致辞时, 哽咽感谢中央和家人朋友的支持。 这份支持让她相信, 艰难的日子总会过去。 基本上他们是总的是很支持我, 也不问我。 反正她说你做的事情我们肯定100%支持, 我们不需要问你做的是什么事情, 你的考虑是什么, 因为我不是一个立法会议员, 我不是一个传媒, 我是你的最轻蔑的, 最相信您的这个家人。 几多艰苦,当天我默默接受, 几多心酸,也未放手, 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 只跟心中意愿去走。 2018年,徐晓凤在宏观演唱会中, 将这首《顺流逆流》送给了林真月娥。 如今,林真月娥也以此歌曲自免。 相信香港亦能像她曾经说的那样, 艰难的日子总会过去, 香港定会, 脾气泰来。